阿阳非常自信地下了注 然后他成为了一名警官 现在要处理一起银行绑架案 依然非常自信 别废话 看我的 只见他挺胸抬头大不流行地走向里面 看到他的同事已经被劫匪控制 于是便掏出枪威慑对方 可惜劫匪并不买他账 在警告无效后 阿阳翻了脸 做事要开枪 随后在同事的鼓励下 开出了自信一枪 阿阳明显对自己的枪法过于自信 以为电影里演的警察是真的 摘掉眼镜后 他重拾自信 又果断开出一枪 这次打到了同事的腿 似乎有点大出意料 他心里不服 又试了一枪 又打中了同事的胳膊 这下他开始怀疑是这把枪出了问题 同事这个大聪明 在情急之下有了主意 既然你每次瞄准他伤害的都是我 那不如这样 得 现在同事已经四支中枪 他在想 还不如让劫匪了结自己 质问阿阳是如何考上警察 阿阳又拉了一个围观群众 叫他当自己的枪托 以稳定的射击 劫匪慌了 话音刚落 枪声响起 同事的第五支也中了枪 他连连喊着自己当爸爸的梦想没了 阿阳终于感到羞愧难当 这次任务以失败告终 当他回到民间法庭时 都不好意思探出头来 上面的陪审团笑得前仰后合 他只好向法官抱怨 说那种情况只有电影里有 你让我在现实中解决不切实际 但真的是这样吗 法官展示了曾经真实发生的经过 当时的劫匪绑架案 是由阿阳的妻子负责 首先他努力地劝杰匪冷静 然后仔细观察杰匪的肢体动作 最后推出了杰匪的动机 为了给儿子筹钱治病 因为他将儿子的名字 纹在了小臂 通过他手指上的戒痕 说明他已经离了婚 很有可能是妻子 因为儿子久病难治 无法负担药费 抛下父子俩离去 杰匪面对他的关心 坦白他的判断基本没错 除了前妻去世了 他继续推断 男子已经多日没睡好觉 口袋里的医药单 更是证明了他之前的判断 既然找到了动机 这位聪明的女警察 就可以轻易地瓦解他的防线 一边开导一边接近 突然抢夺了匕首 完美地解决了这场危机 他的表现 要比丈夫阿阳好太多倍 最后在他的感召下 大家一起为男人 筹集了医药费 也没有人在追究 他刚才鲁莽的行为 阿阳终于无言以对 他怎么都想不到 被自己认为是花瓶的妻子 竟能在工作中 有如此卓越的表现 愿赌服输 接下来到了他受罚的时间